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下午下了一場午後雷陣雨 這個還不是主要的封面接近的雨勢 主要是封面的前緣 吹著偏南風很炎熱 沿著台灣山邊發展起來對流雲系 伴隨著閃電雷擊 還有小兵袍出現 請大家多留意慢慢開始進入夏天 這個還蠻正常的 大致上封面還在北邊這個位置 有沒有看到在北邊這個地方 這個是之前的那一波 那今天下午發展起來 對流雲系就在這個地方 主要雲系在這個地方 預計今天深夜的時候 就會慢慢接近到北台灣 由北往南逐漸的接近 所以各位可以看 整個預測來看的話很快的 明天大概到了下午的時候 就會慢慢緩和 然後接下來呢 禮拜天禮拜一有一個空檔 但是禮拜一晚上呢 這個其實整個中國南方這邊的雲系 對流都蠻旺盛的 可能在下個禮拜 不時有系統會東移接近到台灣 所以下禮拜呢 清明年假恐怕是清明時節 雨紛紛 很容易雨紛紛 這個呢就是很多中小時度的系統 在這個地方發展 很不確定很不確定 所以請大家下禮拜的活動呢 大概八九十以上 可能都會受到下雨的干擾 當然也不是整天都下雨 會有一些空檔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導致說這樣的一個變化呢 溫度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呢還蠻熱的 但是明天呢後天 會明顯的降溫 尤其這個下雨過後 後面的冷空氣就來了 整個北部的地溫呢 都會地區可能是16度 空旺地區呢可能就拉到14度了 那這個14度跟今天這幾天的20-21度 有落差喔 請大家注意 白天的高溫呢也回不起來 特別是禮拜六到禮拜天的時候 一直要到下禮拜一二就會緩和 但是下禮拜整體來說的話 沒有像過去這三天 在整個全台灣這麼溫暖的天氣了 請大家一定要注意這個溫度的落差 中南部呢沒有像北部變化那麼的大 但是呢也有些略降 大概呢禮拜六禮拜天 也會受到一些降雨 還有東北風的影響 稍微降一點點 下禮拜的溫度呢 也暫時沒有回到30度以上的天氣 大致上呢明天呢 全台灣其實都還有一些雨勢 不過呢這個是屬於封面的降雨 跟這個今天的午後熱對流是不一樣的 禮拜天會緩和禮拜一也緩和 禮拜二呢就是有一些封面 在整個北台灣這個地方擾動 所以等於是有一些偶震雨的形式 跟今天的這種降雨還是不一樣的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今天晚上呢大致上下的雨空氣品質還不錯 不過呢今天晚上開始呢 深夜開始就容易到明天清晨 各地的都轉為容易有震雨發生的這個機會 那一直持續到明天的下半天 明天晚上就緩和 所以明天呢就是一個下雨的這個天氣 請大家注意一下 你醒來的時候可能都是在下雨的 那另外一個呢 最後其實這樣的變化呢 對我們來說的話 各地轉雨這個是影響很大的 尤其這幾天很熱 一下要變涼 這個溫度的落差 一定要注意身體的健康 特別是呢最近呢這個 疫情還是相當的嚴峻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但是好消息呢是 這個禮拜天呢就會慢慢的轉清 有一個空檔 請大家好好把握 那是一個空檔 這就是一個空檔 然後我們有一個空檔 所以就這樣說